好 感谢赞美神 丁姐妹们 主内平安 丁姐妹们真的平安吗 这个世界这么混乱 主要在主里才有平安 这不是说大话 我们在世界上都混乱 乌克兰战争还在爆发 丁姐妹们 这世界世界在国打 攻打国 民攻打民 人间之间 国家之间 民主之间仇恨越来越重 我们只有在主里 神的儿女们 神早就定规 神的儿女们礼拜天就是来敬拜神 神创作了与主望物七天 其中的第七天是来敬拜神的 不是谁懒叫 谁大叫 为自己的 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福气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主题叫 我有永生吗 丁姐妹们 首先来宣读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是部分章节 我们一起来大事宣读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生的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重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的 并且他的界面不是难受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圣果世界 使我们圣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圣果世界的是什么呢 不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 没有神儿子的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也知道神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重认是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 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真神也是永生 感谢神啊 我们这么开始的祷告 阿爸父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爸父啊 我们真的感谢你 神茫茫大海 世界这么浑然说 感谢你拆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道者肉身 阿爸父啊 感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替我们钉死在死之下了 三天祝福复活 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多有永生 阿爸父啊 你也允许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你就在我们中间 今天我们竟然有这么多定音姐妹 聚集在你的会堂里来聆听你的话 圣灵啊 求你充满这个场地 赐给我们极客无意的心 让我们柔和谦卑 受教顺服的心 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让我们讲的 听的 同一个圣灵里 明白真理 活出见证 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免斥着 我为撒纳 搅扰我们 阻拦我们亲近的邪灵 离开我们 让我们不畏事实妥协 也不畏事实掺杂 不被恩典福音搅扰 坚定的站在耶稣基督 并替他钉十架这里的一边 坚守真道 明白真道 活出见证 齐心协力 为所作的福音 做了美好的见证 感谢神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道 阿们 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 这个系列我们在分享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的 那么约翰一书讲了很多内容 我们已经分享过 贫道良心就能去天堂吗 没有性美的信徒能去天堂吗 我是属神还是属魔鬼 上次我们分享过 圣经里的爱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分享致命的主题 我有永生吗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每次讲道提到讲道的态度 我们不管从YouTube听这个讲道的人讲道 包括讲台我们请人来讲道 包括我自己来讲道 第一姐妹们 讲道讲道讲什么 讲道讲道讲神的话 所以我们听到的人也是听神的话 不要听人的话 哎呀 某某某牧师 某某教会 某某某做了非常有名的哲理 开玩笑的话 举的例子 那个没那么重要 讲神的话 听神的话 所以讲道呢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听到的一个牧师道 看看那个牧师 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我们听到的人也要深思明辩 豪土的心态 愿意认最后一个受教顺服的心态 第一姐妹们 不是所有的讲道都讲耶稣基督 并不是所有的教会 信主们来教会来听神的话 所以耶稣早就说过 主啊 主啊 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父子一人 求神连美来听到的每个丁姐妹 我们明白真理 我们也能够进入天堂 我们感谢神 今天的主题经理 我们再来宣读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上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弟兄姐妹们 你我拍个胸盘 我能够确认我们能够进入永生吗 我有时也是纳闷的 我真的能不能进入永生 第一姐妹们 我们信辛苦苦也信主 也来教会 我们也认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礼拜天这么好的天气 不去玩 这是来敬拜神 结果我们不能去天堂 我们何苦 所以一定要明白 圣经说你们要确信 我们要进入永生 如果我们自欺欺人 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进入天堂 结果进入进不去 那就叫哀哭切齿 所以我们通过今天这一篇道 明白如何进入天堂 什么样的进入天堂 神的我天堂 圣经说 凭得信心 如果凭得信心呢 他就会爱神 爱人 那这样呢 他就会遵行神的诫命 第一姐妹们 所以不要一个人来教会 通通过去天堂 圣经早就说过 不是每个人都是 所以我求神怜悯 我每天给我们众弟姐妹们祷告 我祷告的主题就是 神啊 请你怜悯我 怜悯我的太太也 怜悯众弟姐妹们 确实明白真理 确实重生得就 进入永生 这是最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一起 笑笑呵呵吃吃饭 一起来听道 最后我们在天堂里 不能一起报道 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一定要明白 非常重要 第一姐妹们 我为什么讲我有永生吗 这样的天堂 永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今生过得就很辛苦 很多人今生过得很辛苦 对吧 我跟世上过得很好 很稳定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 很多个痛苦中的人 难处中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今生都过得很辛苦 结果永生干什么 第一姐妹们 一定要问啊 永生不是说你要去还是不去 我们结局就在永生里 要不再永远在天堂里 要不永远在地狱里啊 所以永生就好大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 现在就要面临啊 人生有两个大难题解决不了 第一姐妹们 人生有两个大难题解决不了 大家都知道吗 人生解决不了罪的问题 人生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 第一姐妹们 这一生最老 就是最长寿的人多少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父母长生不老 我们很希望那个伟人长生不老 我们包括我们自己 也是很希望多活几年 对吧 我六十多岁我想退出 我也想多活几年 第一姐妹们 谁想快点死 没有 为什么 但是人类就有不了 多么伟大的伟人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创 这个创造 现在最长寿的人 也不过一百二十多岁 第一姐妹们 我们人生活不过一百二十多岁 多可怜 我们看了一百二十岁好像很长 不长 你看我这已经六十岁了 就是我活一百二十岁 还有也就一半都过去了 很快 我们人很可怜 我们解决不了罪的问题 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 罪跟死亡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没有罪 你应该不死 但是我们都有罪 圣经说 我人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们就死亡 人人都有罪 所以我们就死亡 第一姐妹们 今生有几个快乐 圣经说 我们今生有几个三个快乐 世界上的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 三个快乐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你我不是这样吗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曾经不清楚 说更是这样 肉体的情欲 我这里心里舒服 我健康 我有很多活动 我去好多 最好的休假村 度假村 我想说最好吃的东西 第一姐妹 这叫肉体的情欲 基督徒一定要明白 这是世界 肉体的情欲 你吃多好 最终还是面临死亡 你吃多好 还要去医院 对吧 什么党股充高 心脏病高下 都会发生啊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睛看见东西 眼睛花花世界 看着别人家的房子 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出息 眼目的东西 自己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哎呀 我的孩子可出息了 哎呀 我的工作可好了 我的家房子可大了 丁姐妹妹 这就是世界 世界有三种乐趣 人们都获得这个乐趣了 你们不是吗 我们曾经都是啊 现在可能也是 但是圣经手术的这个 最大的快乐 不是这个 今天我们说了 我有永生吗 这一生最大的快乐 我们有永生才有意义 永生带来的快乐 不是精神的骄傲 不是眼目的情欲 不是这个 这个 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还有这个肉体情欲啊 丁姐妹妹 永生带来的是 这个喜乐是谁都度不走的 丁姐妹妹 这个图片是前两天 这个卡尔加里 这个新闻登的啊 听说这是卡尔加里 最贵的房子 大家猜测 这个房子有多少钱 我看那个新闻登的是谁 一亿两千多万 丁姐妹 我们家房子也就四十万五十万 如果那真的相当于我们家多少套房 几十套房 对不对 丁姐妹妹 住在这个房子里就会荣花富贵 住在这个房子里就是有大的快乐吗 圣经早就说过啊 宁可认识神 住于贫穷一点 都比不认识神 住在好好房子里都好 丁姐妹 不是说住好好房子不好 我们住的房子都挺好 一定要知道 人生的意义 不在乎吃喝玩乐 健康长寿 我每天给我亲人们祷告 神啊 求你连累我的弟弟妹妹 我哥哥哥姐姐 我家里所有的亲人们 让他们明白 人生在世 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 健康长寿 我们社会的追求 但那个不是全部 你看看我们 我们的微信里 我家里的 我家的老家的微信里 都是为了吃喝玩乐 健康长寿 他们的主题就是这个 你看到吗 吃了多好东西 我今天运动了 你看我今天这个 精神状态多好 我穿得多好 丁姐妹们很可怜 我们成绩不幸主 也是那样啊 但是我们今天通过圣经 知道啊 人生的意义不是那些 人生的意义 圣经早就说过啊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还有审判 这是不得了啊 人们以为 很多人以为死了就完事了 哎呀 死了就完事了 那我就作恶独端 我在地上荣花富贵 丁姐妹们 最后就在地狱里啊 一定要知道人生的意义 在于认识也十一度 这是最大的快乐啊 丁姐妹们 我们温馨自问 几个问题啊 神吃个我们 最大的吃福是什么 他那已经问了啊 不是说地上的肉体的 这些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叫啊 确信你有永生吗 我们今天听了这一篇 到时候一定要离开 这个会堂之前 要明白 我心里真的有永生吗 我们教会有几位老年人 有老年人 因为种种原因 他不能来现场 我给他们的祷告 就是这样的 神啊 确定怜悯这几位老年基督徒 让他们确信 自己彻底的认知为改 确信他们 把耶稣基督放在身边的 所谓 确信他们有永生 因为他们不常来嘛 我们不好交通 对吧 所以我们求神怜悯 他们确信自己有永生 不要以为去天堂门口 哎呀 我也参加过 红色华人基督的祷告会啊 读经日行啊 祷告日行 我都参加过 但是你就不能 可能不能进去天堂来 为什么 如果这不是真认识神 不是真的明白真理 就不行啊 一定要确信自己有永生 我们如何进入永生 第一姐们 带有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首先确信自己有永生 因为圣经给我们答案 圣经所说的东西都有答案 很多人问很多问题 实际上不用问 圣经里都有答案 我们曾经参加加息的很多夏天会 每个夏天都有 这几年我们没有参加 因为后来有个意义啊 没有参加 参加这个聚会呢 其中有一个问答时间 哎呀 人家问了好多问题 实际上他们问的问题 我曾经也都问过 我也问过这个神 神也问过这个牧师嘛 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负责说 我跟他们回答说 我说第一句嘛 我曾经也问过这些问题 我那个圣经里 这些问题还在我的清单里 但是我真的信主之后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听见们们 你如果站在神的一边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你让你如果站在神的队里面 那神的东西都是问题 看不见神 或是看不起神 或是背叛神 一定要明白永生圣经的导游法 听见们 永生的第一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宣读 是约翰福音的17章3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在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听见们 永生在哪里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人 就会按照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去生活 他就有永生 那么下面也说过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认识他 我们知道认识就是要遵循 不是说认识就行了 听见们 大家认不认识川普 美国要大选了 还有亚来的总统叫什么 拜登 老人家 对不对 那么现在又出来一个女同志 也要参加竞选 听见们 大家认不认识比尔盖茨 你看我是Microsoft的 微软的认证工程师 我那个证据的 很多都是微Microsoft总裁 比尔盖茨前的字 听见们 我认识比尔盖茨有什么用啊 别人开始认识你吗 如果别人开始认识我 我不会站在这里了 对吧 我可能也荣华福 可以存在住游艇享受 这些五姐妹们 认识就是像夫妻之间的认识一样 我跟叔叔 他结婚三十四周年 今年应该三十五周年了 感谢是 我们没有分开 不容易 三十五年容易吗 风姐妹 这结婚这么多年 在一起容易吗 不容易 夫妻在一起哪里容易啊 两个罪人 你看我们家的女罪人 我是男罪人 我们都是作恶多端的 两个在一起 那是罪上加罪 那么这个家罪更多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 真正的认识夫妻一样 我们磨合了三十多年 磨合出来了 我们现在都是了不知障 这叫认识 我们要认识神 就像认识我的妻子一样 就像我的妻子认识我的丈夫一样 听见吗 认识神 就要认识到这个程度 你我是这样认识神吗 这里圣经所说认识 这个意思啊 那么我们怎么认识到神 圣经说认识神 你要连到葡萄树上 我们没有能力认识神 所以我们只能连到葡萄树上 圣经说 耶稣说 我是有葡萄树 我父属栽培人 圣经说 你们都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里面 凡你们所愿起学的 就赐给你们 听见吗 我们就要连到葡萄树上 就是耶稣基督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读经 祷告 才能够认识神 那么真正的认识神的人 就会遵循神的旨意啊 下面接着会讲 很多人说 我认识神啊 我也来过教会啊 我也受洗过啊 很多人在这个教会受洗过 听见们吗 求神老术赦免我自己啊 我也给很多人暗示受洗过 神真的求神老术赦免 如果我暗示不当 神求神老术赦免 这些受洗过的人都在哪里 听见们吗 一定要知道 真正认识神的人 他就有基督的生命 他就会遵循神的旨意 一定要明白啊 所以永生的定义 就是真的认识神 才有永生啊 那么永生在哪里 很多人永生在外面找 对吧 就很多这个行善啊 住寄贫穷啊 做很多善事 然后我也不得罪神 我也不去杀人放火 听见吗 永生是在哪里吗 不是的啊 甚至是永生在基督里 圣经从中到尾说 永生不在别的地方 别的要找不到永生 听见吗 这世界多么的混乱 很多人就是搞很多宗教形式 以为永生在哪里 圣经说只有 有了人 神儿子的生命 就有生命 没有神儿子的 儿子就没有生命 听见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心里有没有耶稣 那么现在耶稣不能进到我的里头 对吧 我这肚子这么小 怎么会进出一个人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 圣经说 早就是耶稣上了天之后 派了圣灵 如果圣灵在我心里头 我就知道我有永生 圣经早就说过 圣灵在里头就会有永生 知道啊 那么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圣经说 有了神 就是这种人有圣灵在里头 他就会铭记 耶稣也说过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如果不接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真正信耶稣基督人都明白 只有通过耶稣才能够去天堂 第一点 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 现在包括天主教 很多宗教教派 搞这个宗教大联合 大家看了奥运会了吧 你看奥运会 法国奥运会 表面看了很红黄 那里面邪恶充满 他们竟然搞了最后的 耶稣基督的晚餐 最后晚餐 竟然是同心恋的人们上去表演 第一点 那是在讲耶稣的晚餐吗 这世界已经混乱到这个程度 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永生吗 一定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 并他钉死家才是永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吃给我们最大的赤福是什么 健康长寿 不是的 儿子出息好不好 但是都不是 神给我们的赤福是什么 永生 神早就说了 存万物之先 神给我们的永生 你要还是不要 圣经现在就告诉你 挑战我们 要有永生 我们就要知道 耶稣基督才永生 那么永生你在哪里都过 还能多想多活几年 听见吗 我们地上多活几年 我们都说了就是120年 那120年是不是 那个补药吃的好 家庭条件好 原来的基因好的人 我们一般人都活不过八九十岁 听见吗 所以圣经早就说过 人生的年岁就七十岁 强壮人才到八十岁 听见吗 千万不要小看 很多人六十五岁 一退休就没有了 听见吗 人生很短暂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永生在哪里过 今生多么长 活不过那么长时间 世界的现在年龄 是平均年龄是七十二岁 符合圣经 看了吧 圣经说平均 这个一般年龄是七十岁 那么现在的平均年龄 是七十二岁 如果你我活过了七十二岁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已经活过别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问永生在哪里 听见吗 永远活着好不好 哎呀 很多人都想永远活着 永远活着不好 听见吗 永远活着 你如果在天堂里 就好得无比 但是你永远活着 活在地里 那可是不得了 听见吗 大家都知道地狱的光景 在世界上 神在地球上 已经给我们看见了天堂的一个小角落 也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地狱的小角落 我经常跟大家说地狱 想知道地狱是什么光景 你们看见前两年夏威夷 那个火山爆发 火江爆发 那个就是地狱的光景 你如果在那个地狱里永远活着 那还好吗 那叫生不如死 所以一定要知道 在永生在哪里过 永生在天堂里过 好得无比 永生千万不要在地狱里过 第一姐们们 圣经里早就告诉我们 有人去回天堂 有人会去地狱 路加福音里就讲过 路加福音十三章就讲过 财主跟拉萨路的故事 第一姐们们 这个财主在地上 荣花富贵 天天奢华夜乐 第一姐们 你我是不是这样 你我是这样 要打醒 被神打醒才对 他是荣花富贵 所以天天奢华夜乐 那眼外之异 他眼中 心中没有神 目中也没有人 他最终这个财主 去了地狱 但是他们家门口有个乞丐 乞丐多凄惨了 对吧 乞丐那个 每天在他们家门口 要饭吃 但是这个乞丐 最后去了天堂 听见吗 这有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乞丐就去天堂 富贵就去地狱 不是的 这里重点不是乞丐富贵 重点是你认识神的人 去去天堂 你不认识神 富贵也会去地狱 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明白 我们的永生在哪里 第一姐们们 你又想好了 我们的永生在哪里过吗 我现在就想 我现在最大的目的 就是我们永生要去天堂 这才是有意义 我们信了主信了半天 永生不能去天堂 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圣经早就说了 永生在哪里过 我们永生在天堂里过过 我们就要听福音 信福音 顺服神的话 才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信 自己有永生 但我们靠什么进入永生 我们看守出来 不能靠自己 不能靠我们的行善啊 靠我们的好多好事 去进入永生 第一点问啊 靠我们永生是凭着信心 第一点信心是不得了啊 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你看不见的 很多人说我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是什么 我有财产啊 我爸爸妈妈有能耐啊 我健康啊 所以我有很信心 那不叫信心 那是事实 信心是看不见的 圣经给我们的信心这么定义 我们就来宣读习伯乃书的十一章一节 信就是守望之士的实底 是未见之士的确诀 真正的信心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我还信 才叫信的啊 听见了吗 我们曾经要搞了很多年的圣经学习 很多人来圣经学习 就说哎呀 我就是信不来 我就是感觉不到 听见了吗 你我如果感觉到信神 感觉到耶稣在我心里 感觉到 凭着感觉到信耶稣 不要信了 信不来的啊 我也感觉不到耶稣 你说也两千多年的耶稣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神在哪里我也看不见 凭着感觉是信不了的 圣经所说的 我们信耶稣是凭着信心 信息是超过感觉的 信息是看不见我也信的啊 曾经在尼亚加拉瀑布 有人做过单车表演 不知道这个学生是哪个国家的 但是他做过单车表演 他竟然在尼亚加拉瀑布 这个横串 美国加拿大这个边境线上 做了单车的表演 他竟然在钢尸舌上 只能够做单车车来回走 听见吗 他又背了很多很重的马带来回走 听见吗 后来他又这个人挑战旁边的观众说 你们信不信 我能背一个人过着哪个过去 听见吗 你们信不信 在这听见吗 信不信 旁边有个人说 我信 你绝对有那个能力 那么后来这个单车手说 那你来吧 我背得过去 他不去 听见吗 这就是信心啊 信心就是你真的上 你真的相信 不是嘴巴的信啊 很多人说信 很多人信都是嘴巴的信 我曾经信也是嘴巴的信 哎呀 我信耶稣 我很爱主 但是一来的苦难 一来的逼迫 我才知道 我不是信神的 我全是信自己 听见吗 一定要知道 信心是看不见的 信心是愿意顺服 才叫信心 所以真正的信心 是会有顺服 跟着来啊 这叫真正的信心 那么信心跟永生 有什么关系啊 我没有信心 能不能接着永生 第一节问吧 西方来说的是 一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他赏识 寻求他的人 第一章节问吧 人必须有信 你没有信 进不了天国 都说了 那么所以永生 跟信心是有关系的 大有关系 西方来说的是一章 一章就讲信心 信心伟人 所有的信心伟人 他们有没有看到天堂 他们有没有看到耶稣 他们有没有看到神 都没有 但他们进入永生 为什么 他们凭着信心 一路凭着信心 与神同行三百年 听见吗 你我跟神 能同行多少年 我四十多岁才信主 你说我跟神 能同行多少年 也就圣经这几年 对不 弟弟们 罗亚 因着信心 建方舟 你我能够建方舟吗 罗亚那个年代 他建方舟 竟然用了一百二十多年 你想想 他建方舟 该是多么的被人耻笑 对吧 我们来信主 也是一样的 很多不信主的人 就是讽刺 挖住我们 哎呀 这些傻乎乎的人 你看礼拜天这么好 去教会敬拜神 那谁也看不见 你敬拜啥呀 弟弟们 魔鬼就是这样的 所以 讲大点 罗亚竟然冒着 这么大的词笑 竟然见了方舟 弟姐妹们 最终洪水来的时候 谁得救了 只有罗亚 一家八口 一样的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耶稣就说 明天再来 只有来真正信主的人 才能得救 就在方舟里头的 弟兄姐妹们 亚伯拉罕 信耶稣 亚伯拉罕信神 那么亚伯拉罕信神 最后现了谁呀 现了以撒 以撒 他是他的唯一的儿子 也是亲生的儿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对吧 不是我们的孩子 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能够 献我们的孩子吗 我是献不了 我亲爱的女儿 我怎么能献 我献不了 你说什么都没有 我不会献的 弟兄姐妹们 让我去宣教 让我为基督死 我也死不了 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不是有信心吗 神没有让你 去献你的儿女 谁也没让我 去献到 神让我去做大使命 现在的基督徒 你不要目光那么大 我要去殉道 我要像儿子 不要想都不要想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但是神给我们了 让我做的 不让我们带着信心 去做的事情 就是马太复 那二十八章十九节 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奉附你们的 都要教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日 这就是现代的基督徒 就是你我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这相当于罗亚 建方舟 相当于亚伯拉罕 线以上 弟兄姐妹们 我们羡慕了我们的儿女 但是我们至少 去尊心大使命吧 我们至少可以去 我们有属灵生命 去传福音 让我的配偶 我的家人 我的儿女 我的亲人们信主 弟兄姐妹们 我们教会的目标的 最大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儿女们 祷告 让他们信主 这是我们教会 最大的目标 我们没那么伟大 我们没有说 我们去宣教 让非洲人信主 美国人信主 还有很多中国人信主 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 我们的目标 是让我们跟我们家人 周边的亲人们 先信主 他们都不信主 你说我去天堂 我亲人都去地狱 有什么用啊 一定要知道 神让我们做的 就是大使命 你我有了属灵生命 平得信心 我们就能经历永生 我们在地上 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 确信自己有永生 确信自己有永生 就是平得信心 你心里 就有这样的信心吗 神给了你这样的信心 让我们有属灵生命 去传飞 让别人也信主吗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信心 才能经历永生 弟兄姐妹们 真正有信心 它就会结果之 弟兄姐妹 圣经说了 圣经的 大家读圣经 觉得很复杂 太多规矩 太多的很多词 听不懂 看不懂 对吧 但是很简单 旧约圣经 就是使使使命 新约圣经 就是两个使命 旧约圣经 就是使使使命 到了耶稣来之后 把它总结成两个使命 就是爱神爱人 听见吗 你我是爱神爱人吗 这就是信心的 我们真正有信心的 就是爱神爱人 因着我们爱神 我们就会爱人 我们为什么爱不起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配偶 包括我们周边的丁一姐妹 我们爱神不够 我们从神领受的爱不够 我们还领受不了 神竟然为了我 被盯着死架了 如果神的爱 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才能够去爱他人 我的爱心就不够 为什么 我领受的不够 我从基督领受的爱 我还没有那么去 去的 哎呀耶稣 你真的为我死了吗 你为我盯着死架 让我请你去天堂 我凭着信心去信 但是那个爱没有充满 你说我那个爱充满的话 你说我爱我的太太有什么问题 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 我绝对按基督的爱去爱他 我还做不到 我现在不是按基督的爱 舍己的爱去爱他 爱不到啊 丁一姐妹妹 所以一定要知道 真正有信心的人继续会爱 爱就会舍己 听见吗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混乱 这个世界这么多家庭问题 家庭暴乱 包括离婚 很多问题在发生 爱不够 你我的爱舍己不够 我们为配偶设计 为孩子设计都不够 所以我们真正的基督主 就是要有这种爱心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 你们要尽信 尽信 尽力 尽意爱住你的神 就是说神要求我们 全心的爱神 不是爱钱 不是爱儿女 不是爱这个世界的工作 金钱 神是让我们全心的去爱神 同时你才能爱人如己 所以我们先要来爱神 有舍命的精神 我经常给我们书上分享 我们包括我们教育孩子 我们的爱心的最大的表现是什么 舍己 都知道 那在最低点是什么 就是忍耐 圣经早就说了 凡是忍耐 那么英文说 long suffering 就是忍耐 爱的那个程度 那才叫做爱 等不了 孩子不听话 滚蛋吧 孩子又不行 不出去 你怎么这样啊 我们忍耐不了 我们的爱心就是不够 真的爱心就是忍耐 耶稣基督 竟然就为了这四人最忍耐 甚至被活活地盯着死 你说他忍耐多长 我们的忍耐不够啊 所以一定要凭着信心 产生爱 这个爱就是舍己的爱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 信心绝对带来行为 真正的爱就会带来遵行 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 很多人来教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人一般爱就行了 信就行了 真的爱的人就遵行 圣经早就说了 你不是爱吗 去遵行 所以耶稣也说了 你必须遵行我的命令 才算是爱啊 所以真正的爱心 有信心的人就会行为 他的行为就会遵行神的诫命啊 所以信心就会带来爱心 真正有爱心就会有行为 我们才能进入永生 那我们怎么操练 来教会有很多大道理都懂 特别是来教会一段时间的人都懂这个道理 一去教会啊 大概知道耶稣是爱 教会对你们有爱心 教会来就是做很多这个侍奉 那关心很多很多人 不仅是太肤浅啊 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我们来经历神的爱 经历永生 要操练 一定要去具体操练啊 第一个要操练什么 因为雅各是这么说的啊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带导 这么的重要 这就是我们祷告会 很多人不喜欢参加祷告会 你看很多大教会 祷告会人也很少 我们感谢什么 我们教会就人不多 所以我们祷告会出息率都是百分之九十啊 弟兄姐妹们 祷告是这么重要 天主教有个叫属曲线 属罪劝囊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 天主教现在越来越走偏路 他们谁要圣经之外 做很多这个动作 小动作 人的动作啊 属罪劝是干什么的 人活着的时候 我有钱嘛 我多买属罪劝 等我死了之后呢 说不定神他还怜悯我 因为我交了很多钱嘛 说不定让我罪得色便去天堂 没有那个事啊 耶稣说了 你现在就认罪悔改 你现在去天堂 而不是说你死了之后 拿起来补偿 这是不符合圣经 第一姐妹们 有些人 西方人有些人还做这个事啊 有些人在葬礼上 宣读他生前 他好朋友的这个罪行 他好朋友没地方说嘛 生前就临终之前 就告诉他的好朋友 我曾经放了监影 我曾经放了偷盗 我曾经做了什么 什么坏事 市场人谁都不知道 那么他去世了之后呢 他的朋友在这个居室里面 在公布 为什么做这个事 就跟属于家是一样的 他们都想这个罪得赦免 听见吗 都想罪得赦免 没有一个人不想罪得赦免 因为知道罪是不得了 最后把恐怕人啊 所以罪得赦免是这么重要 人们都渴望自己所放过的罪得赦免 第一姐妹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 如果我们突然我们家面临大苦难 发生车祸 得了癌症 或是呢 我们家这个 这个 倒闭了 或是我突然失业了 或是造了很多 就想象不到的灾难 我们第一个想的是什么 一个正常的人 有良心的人 第一个想的是 我是不是有罪 我是不是得罪 谁还得罪了 我是不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神在惩罚我们 会的啊 我就这么想过 我曾经不顺人说 哎呀神呢 是不是我以前犯过的罪 你在惩罚我们 这是良心的表现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太对 但是也不是错啊 你连这个良心都没有人 他会认罪悔感吗 不会的啊 所以这个罪得赦免是这么重要 所以第一个 我们人们都渴望罪得赦免 第一姐妹们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能够记住天堂 神给我们这样的门 你认罪悔感吗 就是今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 认罪悔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彼此认罪互相带导 教会就是最好的平台 教会能够在一起认罪悔感 这多好的场地 跟多好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靠赎罪悔 而不是我死了之后 朋友帮我宣读我的罪悔 不是的啊 我们就坦然的来到神面前 第一姐妹们 我们为什么提了认罪悔感 教会 很多教会不愿意谈认罪悔感 很多教会不愿意讲这个地狱 第一姐妹们 那很危险的啊 因为什么 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事 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二章十七节 耶稣听一点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来不是找义人 乃是找罪人 听见吗 耶稣亲自说 我耶稣来了不是为了找义人 乃是找罪人 听见吗 医生为什么存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病人 医生就都失忆了 医生为什么存在有病人 我为什么去看医生 我哪里不舒服耶 耶稣来了就干这个事 我们为什么说 来认罪悔感 我相信 我承认我有罪的时候 我才去找耶稣 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 他不觉得他有罪 我何罪自由啊 你看我这么有贫的良心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我何罪自由 所以他不来找耶稣 这些人是最可怨的 这些人就像癌症病 得了四期晚期 还不知道得癌症一样 那么他等哪天 癌症一宣布 你孩子晚期那个 已经没有救了 很多人不愿意认罪悔 很多人他不认为是罪 圣经早就说过 人人都犯了罪 圣经说你不认为 你是罪人 就是说神是说谎 神说你是罪人 你说不是 那就认为神是说谎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罪是我们与神隔绝 你我为什么跟神的关系 不会那么融洽 我的家庭关系也好 我的人际关系都不融洽 可能是罪啊 一定要知道 罪是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的很多关系都出不好 我们首先要竭尽我们的新思念 认罪悔改 听见们吗 很多人都说了 讲认罪悔改不喜欢听 但是教会一定要强调 认罪悔改就像犯前洗手一样 听见们任何一个人都是犯前洗手 特别是回忆来之后 上厕所摸的什么东西 都洗手还摸消毒剂 为什么犯前洗手 那说不挺干净吗 犯前洗手又浪费水 又浪费时间 千万不要那么想 认罪悔改 就像犯前洗手一样 这么理解就好了 你我的新思念有那么干净吗 耶稣对我们的标准是那么高 我们还不认为认罪悔改 是好大的罪啊 所以圣经也说 我们传福音传什么 今天我们传福音都说 你信耶稣进入永生 是 最终目的是这样 但是首先圣经说 传福音是传悔改 设罪的道 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们 耶稣来了 就是为了你我的罪 所以我来认罪悔 所以信 这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绝对不是 哎呀你先说信就行了 嘴巴里说一说 你就去天堂 没有那个事啊 那个不是圣经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 耶稣来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解决你我的罪 不然我们怎么对付罪 耶稣通过马太分 告诉我们对付罪的方法 这是马太分五章二十九节 马太分十八章也讲了 怎么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说 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把它挽出来 你的右手叫你跌倒 把右手砍下来 圣经说你这个白体中的 一死去一体 都比强过全身丢入地狱 马太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对付罪 要对付到这个程度 也就是说我的心中的意念 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眼目 我看着什么 我的手 听见吗 圣经早就说过 这些都是阻拦我们清净神 这些都是我们犯罪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罪 就是从我们的心 我们的口 还有我们的眼跟手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手标拿过来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些东西引起我们的罪 所以真眼说不这样的话 耶和尔舍正恶的有六样 连他所恨恶的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杀谎的舍 流无辜的人的血 同目恶迹的心 非跑行恶的腿 还有散步纷争的人 第一点 一定要知道 也好好正恶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对付罪 一定要从这几个方面都要对付 我的心里 我的想的什么 口里说的什么 眼睛说的什么 第一点 我们如果真的对付罪 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夫妻关系肯定不一样的 我们家庭关系都不一样 一定要知道进入永生 第一步就是对付罪 把这个罪全部要砍掉 才能进入永生 我们一定要能够圣经的心 去认识耶稣 都才能进入永生 我们不能带有罪 进入永生 圣经告诉我们 很多人修 都不能进入神的国 马太夫你早就告诉我们 很多人主要主要都不能进去 圣经说你必须变成小孩子那样 才能进入天国 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 就是紫草和法律商都不能进天国 大家都在维 vedere 在頤上 放了这部车 这个车就是 酒户驾驶转车的光景 你是刚才欣天 大家看了新闻 美国两个宾球运动员 大家都知道宾球运动员 都是顶级的运动员 他哥哥是他这最二岁 第六是二十九岁 在柳泽基 每个柳泽基参加 他妹妹的婚礼 明天就是他妹妹的婚礼 今天他们在开这个电动车的时候 被酒铺驾驶人撞了 撞死了 第一句 一个年轻的生命 三十二十二十九岁就死了 这个酒铺驾驶就这么严重 圣经也给我们了很多的反面教材 很多人不愿意听反面教材 很多人来教会 教会就爱呀 教会就是喜乐呀 教会就是平安呀 不要讲负面的东西 只讲正面的东西 那不符合圣经 耶稣讲了多少反面的东西 从旧约到新约 讲了多少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反过来 鼓励我们去变得正面的人 耶稣通过反面教材怎么说的 你们的一路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断过进入神的国 听见吗 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进钱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绝对守安息热 你我守安息热吗 文士和法利赛人绝对守十一封线 你我做十一封线吗 你看了吧 耶稣说这样进入神的国 你都不如服文士和法利赛人 耶稣说什么 你的心如果不变成小孩子这样 你做我的精神的国 你我的心有那小孩那种仇仆 完全依赖神吗 耶稣说不能啊 第一点慢慢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 这个十戒命 十戒命 十个戒命 八个戒命 都是反面教材 神说什么 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人神 不可妄想耶稣的名 不可回自己调和偶像 不可贪恋 不可杀人 不可奸仪 不可偷盗 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 这不都是反面教材吗 所以一定要知道 不要以为反面教材不好 圣经耶稣讲了很多反面教材 就跟这个九户驾驶一样 这个车放在那里 人们就知道 哦 这是不得了 我可不想追 我九户驾驶 第一点慢慢 所以一定要知道 圣经给我们好多的反面教材 新约圣经 我们的意要说过法律塞的内容 我们的心思议念要不像孩子一样 淳朴完全依赖神 我们要重生 我们不能守福德力向后看 三心二意的人进不着天国 第一点慢慢 爱钱不爱神的人 能不能进天国 进不去 爱父母 故意爱神了 有些人可爱父母了 有些人可爱神了 可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因着爱孩子 爱他父母不爱神 没有时间来敬拜神 不能先求神的国 因为爱父母 还圣过耶稣 耶稣说这样的人 进不了神的国 拜偶像的 贪心的 结党的 异端的 都不能进神的国 好好去读马太福音 耶稣讲了很多很多 反面教材 这样的人是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第一句话 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里 我们就在这个光景里 还以为进入天堂 那就是知其其人 一定要明白 不要去做酒户驾驶 这种的糊涂人 要去正面的人 我经常拿这个单子来传福音 我这个 我的微信的幕里 经常传福音 就有这些单子 眼前瞎瞎瞎瞎 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的儿女 聪明 健康 孝顺 又成功 好不好 好 但是呢 我们的孩子也好 我们自己也好 敬畏神 把耶稣放在生命的 所谓 才好上家 好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 我们上了这天堂 第一姐妈妈 我聪明 我的孩子聪明 健康 孝顺 成功 但是我们的孩子 要追求世界 你我都追求世界 为自己而活 不认识神 行不行 那是不得了 那是好大的造主 就去地狱 第一姐妈妈 平淡的人生 很多人杀药 我今生过得不怎么样 今生都不行 今生苦难的很多 不像人家聪明啊 健康很多成功 我没有 但是你敬畏神 把耶稣挂到身边的所为 你怎么样 你去天长 今生像那个 那个拉萨路乞丐一样 没有关系 我有永生 第一姐妹们 永生就像一个大西瓜 今生不过是一个芝麻 不要贪念那个芝麻 而丢掉了西瓜 第一姐妹们 很多人说 我平时今生过得都不怎么样 信什么耶稣啊 耶稣我也不信不来 我也不信了 这种是最惨的 今生过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永生又在地狱里 第一姐妹们 一定要看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光景 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 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应该是健康 我们又是成功 我们又富有的人 我们的最大的阻拦是什么 因着我们的财物 因着我们在世上的荣华富贵 我们可能远离神 那是宙福 所以一定要明白 我们要真的认识神的人 不管是品酒也好 不管是健康也好 才有永生 第一姐妹们 一定要带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喜乐 你看看乌克兰战争也好 世界举世也好 我们还喜乐不起来 我们的眼光要看天上的东西 第一姐妹们 你我都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 我们虽然有加拿大的护照 我们虽然是加拿大的公民 但是我们不属于加拿大 我们最终去世之后 都离开加拿大 我们去天堂保障 基督徒千万不要拿双层国籍 你看很多人有双层国籍 你看很多韩国人条件很好 加拿大护照也拿 韩国的护照也拿 美国人也是 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拿 反正哪里好就去哪里 对不对 承接伊朗和阿富汗发生战争 很多人当时的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派飞机去接他们回来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两边共 中国也是 很多人虽然是移民了 又回中国 回中国打转 对吧 两边跑 第一点慢慢 天堡就不是 天堡你不想 不要像哪个 哪两个 双层国籍 两边站好 没有的 耶稣说 你要不去爱神 要不去你爱世界 没有中间地带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望永生 不要以地上的事情为变 耶稣亲自说 保罗亲自说的 你如果专意地上的事情为变 结局就是沉落 眼外之一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以天上的事为念 天上是以更美的家乡 上面是最好的 听见吗 我们一定要带用这样的永生的盼望 进入永生 这是最大的额藏 我们问了几个问题 听一听问吧 神吃给我们的最大的赐福是什么 钱财不是永生 今天听了这个道 一定要明白 神吃给我们最大的赐福 不是健康长寿 神吃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是永生 你我一定要拿到永生 很多人说到晚了再说吧 等我老了退休了再说 没有那个事 今天就领永生 先把永生都给你解决了嘛 先来信耶稣基督成立神国的公民 然后进入去过今天今生的生活多好 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拖到后面 这是最愚昧的 先领受永生 确信自己有永生吗 信耶稣基督 你真的信耶稣基督 你肯定有永生 怎么进入永生 认罪悔改 然后遵行神的之意 我们就必进入永生 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宣读 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节 是耶稣亲自讲的 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所以凭着他们的国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成国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到今天 唯独尊心我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但是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放你的名传道 放你的名赶回 放你的名行义了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了 你们这些做错的 离开我的去法 求主怜悯 在座的丁音姐妹 求主怜悯 看录像的每个丁音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个光景 我们信耶稣就是专心的信 好好地信 全新的信 我们跟随 耶稣基督的脚中 我们进入永生 在永生里报道 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神 带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 感谢神将你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用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感谢你让我们空空的来 满栽而归 阿爸父啊 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丁音姐妹 让我们出平安 入平安 出蒙福 入蒙福 让我们凡事行圣 身体健壮 正如灵魂行圣一样 我们既然蒙昭 成为神的儿女 为蒙昭的恩乡正当乡的光明之女 让我们说一样的话 齐心协力 为我们所信的福音 齐心协力 兴望福音 感谢神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圣餐 今天我们有圣餐